这个大家都期待的插件终于来了 来自于Pausa的Massive 是模拟曼力Passive Massive 木戴军航的一个插件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迫不及待地赶快去做一期视频 讲一讲这个插件 这个是来自于Pausa Audio 一个法国的公司 他们之前做过一款插件叫做MU 就是模拟曼力特别特别著名的 verymu总线压缩的设备 以前我们也做过评测 我会把链接发在下面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那个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插件 市面上做慢力的这两款插件并不是很多 而Pausa的Massive 也就是模拟它的Passive Massive那款 被动木戴均衡的设备 这款插件也是很多人都在期待 说什么时候能够推出这个 终于是出来了 仍然是那个特点 Pausa他们做的插件 更多的从用户体验 使用体验方面 进行了很多的调整和进步 所以我来给大家很快的讲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 而且重视原作的这么一个界面的设计 但是它做了一些小的改进 从本质上来讲 这是一个四段的居横 然后增加左右的低切和高切 你可以看到它这是 左升到的四段 右升到四段 然后中间可以切换成Midside 每一段它有In Out 就是Bypass 每一段可以变成Shelf 或者是Bell 然后下面会有增益 它这个增益直接设计的是 给你减20加20 这个使用是不错的 原本的那个慢力的话 是有一个波档 往上是增 往下是减 然后这个地方要提到一句 是它给了你一个图形的界面 这个图形界面特别的好 是因为终于你可以很直观的 看到这个Bandwidth 给你带来的影响 比如我们现在稍微提升一点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图形画了 左边的话 它的Q会稍微的小一些 也就是更平整更宽一些 右边的话 它会多一些Resonance 如果我现在去转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是这样的形状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曲线 我相信它们模拟的 应该是非常接近的 因为这个Passive Massive 确实是有这种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当你去推进到 这种非常窄的Q 有Resonance的时候 它会在特别特别远的 一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Bump 一个跳起来的地方 但如果你剪的话 它会反向的 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比如说你在很低的地方 减少了一些 它反而会在你的频点 上面的这个地方 稍微突出一些 这是它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中间的这个频段 比如说我们就拿 这个频段来讲解 这是这个Massive Passive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你的Bandwidth 会极大的影响到 你推的程度 我来解释 假如说我们现在放到20 你会发现 当我的Bandwidth 最小的时候 我其实增长了 没有那么多 虽然我的Gain 就20 这个不是20dB 而是它就是数值一个20 如果你很小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宽的 几乎覆盖了你 大部分频段的 这么一个提升 如果你把它变窄 因为很明显的 像Proportional EQ一样 它会把整个 这个中间的提升很多 所以在你调整的时候 不光用这个Gain 一定要有Bandwidth 去调整这个频段的宽度 以及你想要调整的范围 或者调整的幅度 接下来这两段 也其实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道理 接下来我们看到 中间这个部分 这个红色按钮 就叫做Drive 我们要知道 Passive Massive 本身是一个电子管的设备 以及它有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变压器的设置 所以你可以拿它 达到一些这种 过载一样的阴染 于是Proportional 就单独做了一个 Drive的按钮进来 所以你可以通过它来 调整你的增益的声音 往下增益的 就是你最终的输出 以及Auto Gain的话 你如果点了以后的话 你会发现你推Drive 实际上它是不会 给你增加音量 所以这个特别好 包括你调整其他的 它都会帮你去 平衡输入输出的音量 这个特别特别的好 接下来有Low Pass High Pass 这个就是滤波器 如果你调整的话 是在这个位置 它自己会带一点点 小的Resonance 特别有意思 这个应该是很精准的 去模拟了它原来的电路 包括D切 中间这个Transform 这个1 2和Off 这个实际上是模拟 Passive Massive的变压器 1是忠实于 模拟原来的变压器 2是Posa 它自己去改进的 这么一个版本 据说是稍微减少了一些 那种不太好听的声音 或者你可以不用它 直接的影响就是 这个变压器的声音 会让你的地平 听起来更饱满 更厚实一些 因为这一般的变压器 都会有这种 声音方面的影响 如果你想要一个 特别清晰 特别有力度的地平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 不一定随时都会去用它 当然最底下这个地方 有左右声道 或者Miside 你可以把它点下来 这样的话 你变成Miside以后 你左边是控制Mid 右边控制Side 我们现在放到这个左右 特别好的一点 它现在有这个图形界面了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你仍然能享受慢力的 Passive Massive 这种特别好的音质 同时操作起来 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们一起来 听音乐调一调 咱们把人声的部分 稍微调一下先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吧 低频稍微提一点点 如果你觉得低频整个太特别厚的话 你可以用Bell Bell shape 之前的 当然这个音量呢 稍微有点大 你可以把它稍微调就行了 或者用它这个autogame 听一下这个drive 你能听到那个人声开始 慢慢慢慢有一点点那种 break up那种感觉 再听一下 做的还是挺好听的 这个drive的这个声音 没有的 到这个位置 已经整个音乐都过载了 所以加一点还是不错的 transformer 仔细听琴的低音 你在人生中可能听不太出来 听低音的地方 所以这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把它切成mid side 切成mid side 它自动的这个连接就关掉了 所以你左边和右边可以单独去调 比如说你希望让它稍微的不太一样一些 你的side呢 人声稍微少一些 或者是人声那个频段稍微少一些 因为side本身就没有太多的人声 比如大概这样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好像更在中间了 因为中间的频段会更突出一些 所以大概使用的是这样 还有一些小的功能 比如说像这个图形显示的速度 跳动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慢的话你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些 输入输出的电瓶表 以及这里面还有oversampling 你可以给它提升到比如说8倍 同时step gain 这个是原来硬件上本身就有的 你可以把它变成step的 或者是像现在是无极的 然后frequency也是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东西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massive passive 我几乎它是我的主力的总线的一个均衡的设备 因为整个声音可以给你非常的那种 笼统大线条的那种调整 不会怎么调你都不会难听 而且它那种饱和的那种感觉 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如果不用Powtag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 反正这两个之间会互相换 所以如果你对这种声音有兴趣的话 或者需要一个总线的处理的话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选择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好吧 来自于Powtag的massive 这款总线均衡插件 我们就讲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听众上 拜拜